世界日报读者 世界新闻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卫比周 我们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有关于这个侵入奎因的事情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被吵起来 侵入奎因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种药物 它到底可不可以来治疗新冠肺炎这个事情 它到底是不是可谓成为一个现阶段的解药 一个救新 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用它 那么这一个问题 我们先跟大家大致来分析跟报告一下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现在吵得很厉害 在台面上没有完全公开来吵 但是这个至少已经变成川普要主要的话题了 那么就在礼拜天 川普总统在过去的礼拜天 川普在这个记者会上 就已经要开始继续要来推动奎因 可以广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我现在开始讲 它全名应该叫做Hydroxychloroquine 这个是一个整个英文名词 Hydroxychloroquine 这是一个整个名词 那么正是英文翻 中文的翻法叫成是心路奎因 那我现在简称就叫奎因 现在这个奎因的药 跟过去的奎因又有一些不太一样 又有一些改良跟改进 那么奎因最早是大家知道 是用来治疗疾的 就被蚊子咬了以后疗疾的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奎因这个药 这个Hydroxychloroquine 这个药 除了这个治奎因之外 它可以治一些关节炎 这个风湿关节炎的这个东西 同时对于红斑狼仓也有效果 红斑狼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是一个致命的事情 那风湿性关节炎是很痛的事情 就这个药对这种病人都有持续在使用 持续有治疗的功效 而且是相当稳定的一个药 就是说这种药在治这几个病人上面 实际上稳定了 临床上都可以证明的是一个药 但是现在被人家发现说 这个药对于治疗新冠肺炎也有效用 那什么效用呢 它可以减低你的体温 会降低你的体温 让你的呼吸可以慢慢平反下来 那么吃了一定的剂量之后 那么这个病可能可以稳住下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新的解药没有开始出现之前 这个瑞米德韦吧 这个药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另外在这个新的疫苗 也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那个大概到一年 到今年年底 有人说是今年中旬就会出来 也有人说是到明年年初才会出来 不管怎么说 但是现在都没有目前可以看到的药 那么这个药奎宁 我就用简单来用奎宁 还有这个奎宁吃法 还要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药 配合起来吃才行 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这是一件事情 那么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这个所谓anecdoto 就是说传说中的这种说法来讲的话 它这个是有效的 而且呢 全美的这个各个不同州的这个医生呢 已经在悄悄的私下的 就给这些病人在服用奎宁 这个药是必须经过医生处方的 你去大部分的这个药店 拿到处方去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呢 这个药还没有正式被美国联邦的这个疾病预控中心 cdc批准 也就是说 从官方的角度来讲 这个药没有足够的临床的这个实验 这些人这个数据来证明是他有效的 所以呢 官方不会正面的不会广泛的推荐他 那么这样子是一个目前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由于总统的关系 由于川普的人 他听到一些朋友报道他 他也从国外 从法国 从中国 从包括台湾在内 都看到了这个用奎宁来治疗 会产生有显著效果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用 必须要请大家来 必须要来推广这个奎宁 那么因为这个 如果你真的开始推广这个奎宁的话呢 那这个药量剂量是非常重的非常多的 那么这个药性的道理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现在的情况是说 美国政府并不鼓励这个事情 但是由于川普这样的说法之后 cdc在前几篇 他在他的网页上面就列出了 除了这个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瑞德西韦这个药之外 他还加了这个 这个hydroxychlorolyn 这样子的一个药放上去 但他并没有明显的 这个奎宁他并没有明显 百分之百的推荐这个药 他只是说根据目前的数据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药是有效的 但是在医生的指示之下呢 你可以去跟医生讨论 谈这个药的这个使用方式 所以奎宁这个药 在现在来讲是可以用的 但是这个事情讲没多久 这个cdc把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服药用的指示 贴出来之后没多久呢 他又撤下来了 主要是因为受到一些医生团体的批评 说你这个药还没有经过 这个临床试验的证明 你怎么可以把它正式推 公推出去呢等等 也许基于法律的责任 基于建公共卫生考虑的责任 所以cdc又往回退了一步了 但是就川普总统来讲呢 他还是继续推这个药 还是继续在推这个药 那么我们别的地方也不是说 在加州其实已经也在做了 但并没有完全正式公布 那么在纽约州来讲 举例在纽约州来讲 那么纽约州州长呢 他也下令了在大概将近有 他可以让这个4000多个病人 在纽约市里面 有4000多个新患病人 已经在服用这个药 当然这个药呢 当然是有量剂的 是有量剂的 不是说你随便就可以服的 你多吃了 真的是对身体会有影响 好了 那我们就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那么现在根据的大概吃法 大概不同的量剂 你早晚各服一次 当然你还有配合其他的这个 喝水啦等等 这些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调理方式 在家里自我调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 然后你每天量体温啊 测试你自己的咳嗽 等等这些事情 然后跟医生做回报 那么到目前来说法 多数人 多数人吃了这个药之后 这叫医生处方的药 要尽量要配合的情况下 多数都能够能够慢慢痊愈 那我们在这边要重新再倒过来 要另外提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媒体上 都看到新增病例多少 然后这个确诊病例多少 死亡人数多少 但是呢 在这个数字当中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到底康复的人有多少 要知道现在将近以纽约市为例 这样13多万的这个确诊病例 并不是这13多万人 每一个人都住院去了 没有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 大概80%多的人 或85%的人 都是在得了这个病 有的轻有的重 多半都是在家居家疗养 居家疗养到目前为止 如果你不去谈鬼泥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一般他就给你吃这个 Tilenol 退烧料 Tilenol 还有这个Sudafel 另外一个让你强盗 管道能够舒适 然后清理你这个鼻仓 还有呼吸道的这些装置 那么你多喝水 在家里把这个病熬过去 靠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抵抗力 慢慢把这事情过去 但如果你有一些心脏病 有些糖尿病 有些这种病的话 如果你会年纪大了 我们最近今天 今天4月7号新出来一些统计 发现在纽约市来讲 多半男性为主 67岁以上男性为主 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在里头的话 这些人寄存性疾病的话 那这些人多半都比较危险群的 那么有些人在我们刚刚说到 在85%之外 15%到20%这些人 20%这些人 你如果真的是不舒服的话 你就去住院了 住院之后有不同的疗法 疗法之后你也会出院 同时你还会有呼吸器这些事情 摆到呼吸器之后 这个情况就比较不妙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现在主流媒体 或者是医疾也好 公布 患了这些确诊之后的这些人 他的康复率多少 他有这个康复的过程是什么 如果你不用使用所谓奎敏的话 他们整个康复的过程到底是什么 主流媒体 或者一般媒体都没有在这个地方 去详细报道 这个没有这个报道 就没有办法给大家 有个稳定的心理 稳定的心态 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 确诊病例多少 死亡率多少 又在不断增加等等 每天都是这些非常惊恐的数字 在里头出现 这怪不得让大家每天都心 每个人都惊慌的不得了 以至于各个地方全部打烊 当然这个东西是跟这个所谓 social distancing 还有不要群聚是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们不能这么说 说你只要吃了这些药 或者你干嘛 你这个病都会好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所谓社交距离之外 除了戴口罩之外 请洗手 这些事情都做外之外 事实上是有一些 可以改进这个情况的要存在的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是应该让大家 能够心情可以稳定下来 比较用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然后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从川普这个角度来讲 他希望能够在 本来他说是4月12号 希望能够开工 现在看起来 这个4月12号全面复国节后的 礼拜一开始开工这个事情 可能会打了很大的折扣 但是现在据说 他还是在继续要推逐步复工 逐步复工 就是一部分的产业先复工 或者情况比较危机 不那么严重的州 是不是开始先复工 那么在这个同时 如果你还可以使用奎宁这个药 使得整个减缓的趋势慢慢下来 是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是有效用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析 是说除了现在 在开发的一些疫苗 一些新药之外 有一个这么药摆在这边 这个药是不是万灵丹 不是 它是有些副作用的 但是这个副作用在你服用之后 不是会马上出现的 除非你现在心脏有很大的问题的人 那么在根据现在报道来讲 根据你所能听到的一些 一些的这种医生的说法来讲的话 即使有副作用 大概在你服用药以后 大概半年之后 它陆陆续续才会显出来 但是如果你停服用奎因这个药之后 那么这个效用就慢慢消失就没有掉了 所以就一般人来讲 我们最所谓最危险的关键期 我们就是争取那五天六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吃到这个药的话 医生愿意给你这个药 你要去跟医生谈 你的身体状况 医生看这个情况 就给你这个药 然后在经一天两次 两次或三次这样服用之后 在四五天之后 你的症状可以获得有效的改善 我们之所以在这边讲这个事情 或者我个人在这边讲这个事情 只是看到太多的朋友 我有好几位朋友 最近也都相继都离去了 年纪都差不多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 都离去了 让我心里非常有感触 我在想如果他们能够 能够吃到这个药的话 即使出现副作用 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保存一个命下来 至少在这个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情况下 我觉得保命最重要 那么其他的副作用 我们后来再来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是跟大家来 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个话当然不是百分之再正确的 希望各位听了这个事情之后 如果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甚至你自己不幸有这个情况的话 就要跟医生记得 要跟医生去提这个药 而且希望医生按照你的体质情况 能够给你开服这个药 然后吃了试试看 正如川普自己本上讲说的 你如果这样子吃了 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选择 当然这个整个公共卫生政策 这个药从国家立场 这个药是不是能够推广 让大家全部去使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的问题 好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